HELLO 大家好 我是詹姆士 好 那今天要來開箱呢 是這一個電動牙刷 因為今天帶小朋友去老虎車 那弟弟呢 就想要花他的年用錢 想要亂的話我就說那 去經過的這個日耀本舖呢 我就說那弟弟你乾脆就買一個電動牙刷好了 因為他之前有說他想要電動牙刷 我把他利用錢拿來買 他這個他已經迫不及待就把他先拆開了 好 這個是HAPPY CAR這個牌子的 那那邊呢還有另外一個品牌 比較貴喔 那時候看好像是200塊吧 那這個好像是350 打折下面159 那詹姆士就看了一下他的產地 這個原產地是日本 然後另外一個牌子是不是日本 所以詹姆士就說那就小朋友來買這個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他的外包裝呢 可以看這邊 電動牙刷 就是電動牙刷 那他的牌子呢是HAPPY CAR 好 這個有一個電池 就是單三電池 就是他裡面已經有放一顆電池在裡面了 這個是超級細的刷毛 然後超級細毛可以把齒垢 把它給摳出來 然後Edge加工的毛呢 就是這個比較短的旁邊的毛 可以把旁邊的牙齒的肉呢 MASSAGE 就是按摩的意思 好 STOP 就是STOP 停止 蛀牙 牙周病 跟口臭 那他這一個呢 刷頭呢是可以換的喔 他的刷頭應該是BRT-8這個型號 好 這邊看到這邊 他的刷頭呢 是可以更換式的 好 HAPPY CAR 超級細毛電動牙刷 這個是粉紅色的 保存期限十年未開封的話 好 好 那每分鐘呢 期前下的震動 好 這個原產地日本 OK 那可以選原產地日本 當然就是選原產地日本的喔 那這個呢 原價 它上面是標350 我有點懷疑 真的有這麼貴嗎 那它這是樹樹的 那旁邊呢 也有350的 也是同一個牌子的 但是是HELLO KITTY的 那個HELLO KITTY比較貴喔 可以理解 那這個樹樹的 要350 我就 嗯 不知道 反正這個呢 後來是特價159塊 好 那製造的公司呢 是 KAPUSHIKI KAISIA MINIMUM 這個 MINIMUM這個公司 我們看一下它的電源 DC1.5 直流電1.5 福特 單33號電池一個 然後 震動數呢 1分鐘 7000 尺寸 17.1公分 含刷頭 然後它的 寬呢 跟 深度呢 25 乘以21mm 然後這支牙鎖 牙刷呢 大概 56公克 含電池 那如果 使用 Alcali 含電池呢 就是 碱性電池呢 大概可以使用 一個月 只是一天 大概刷兩回 然後每次 三分鐘 這樣子的話 大概可以使用一個月 好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那 弟弟呢 是買一個藍色的 那 姊姊就 叫他買一個 粉紅色的 這樣大家可以分開 還不會分在一起 那邊也是有賣 它的刷頭 刷頭 這好像 沒有很便宜喔 好 這一個是 粉紅色的 來看一下 它這邊手把的部分都是束束的 它這邊手把的部分都是束束的 刷頭的部分呢 就看 它非常的細喔 它的毛 非常的細 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off 這邊有一個on 所以它 翻過來就是on 那它一定有 附電池在裡面的 你看 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我把它off掉 好 看一下 這邊 那如果要更換刷頭呢 直接拔開就可以了 這是刷頭的部分 那撞上去的 直接把它要到底 這樣子 這樣子 就OK了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電池室呢 是直接打開 然後這邊有一個 orine呢 負責防水的部分 看一下 內部的構造是這樣子 那它的電池 那它的電池呢 它是負機制的 負四通的電池 Largo 兩個點在一起 好,那就可以嗎? 打開囉 你看 別說要在那邊刷牙 讓小朋友對刷牙有興趣 可以自主性多刷一下子 人家不會注牙,也蠻不錯的 因為他自己說他想要買這種電動牙刷 可能他也懶惰吧 不想這樣這樣子 手動來動去 電動牙刷直接這樣子放整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色的好了 藍色基本上也都是一樣的 只是顏色不一樣而已 好,那今天這一個電動牙刷的介紹 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是陳老師,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還有次見 柑衛藍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